1932年1月28日深夜 日军向上海发起了全面进攻 驻守上海地区的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奈 军长蔡廷开指挥下奋起抗战 128松户抗战由此爆发 联华影片公司第一制片厂设置的十九路军抗日战时 记录了十九路军的抗日壮举 战争造成大量的上海居民家园进回 流离失所 影片记录了苏州和尚托家带口 乘船渡江的难民 1933年拍摄的新闻片《民族英雄》 报道了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渡将军抵达上海 马战山、苏炳文两位将军和各界人士到码头迎接 并在苏州河边上的上海市商会国货展览会 上海商会议事厅开会欢迎三位抗日英雄 1937年813松户抗战爆发 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 中国军队伤亡巨大 败乡已漏 上海市民得知中国军队全线败退的消息 十分沮丧 突然听到渣北传来的枪炮声了解到苏州河边的四航仓库 还有一支中国军队在坚守 极为振奋 有些市民爬上屋顶向渣北跳望 有些胆大的甚至跑到苏州河南暗关望 美籍华人王小婷用镜头记录下八百壮士士寺保卫四航仓库的场面 美国福克斯新闻也对此进行了报道 从10月27日至30日四天四夜的战斗 全世界由此见证了中华民族救亡吐存的坚定一致 同年 日本东宝电影公司的导演归景文夫拍摄了纪录片《上海》 片中记录了上海市民往来苏州河 遭到日军和英美军队盘查的屈辱情景 他还拍摄了战后的四航仓库 被大规模炸毁的石库门住宅区 几乎被移为平地的街道和工厂 荒芜 凄凉 苏州河边的战火硝烟已经散去 但是留在胶片上的影像 会永远记录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